继确诊案例已经达到了有433例的 等同是全韩沦陷呢 而据了解呢 主要是大邱的新天地教会 另外在沁北的大南医院 也怀疑是传染的源头 还有一个消息指出呢 其中一位病例是在昨天晚上 一位沁州市的男子 他生前有新冠肺炎的症状 而昨天晚上城市加州 尸检结果也传出是阳性 南韩确诊病例连续两天 但日破百累计更飙破400例 并出现第三期死亡 一名男子城市加州 尸体被验出新冠病毒阳性 让南韩成为全球 仅次于大陆疫情最严重的国家 其中大量确诊者 都跟大邱的新天地教会有关 除了大邱疫情告急之外 教主李万希的故乡沁北 也沦为重灾区 因为许多信徒会去朝圣 恐怕引发沁北大规模感染 韩梅直指疫情两大毒窟 除了新天地教会之外 日前爆发院内感染的 沁北大南医院也是传染源头 日传教主李万希哥哥 就在医院病逝 大邱爆发严重疫情后 民众不止疯抢物资 扫控货架 口罩拒传还炒贵到24倍 还有舆论要求大邱赶紧封城 民众人心惶惶 市中心冷冷清清 居民上街几乎都戴上口罩 原本属于清静区域的江源道 也传出两名确诊病患 另外还有一名三星员工确诊 归委是工厂 将停工到24号 防堵疫情扩散 而本来零确诊的卫山市 也首度传出确例 病患近期内 去过大邱新天地教会 目前所有行政区 全部宣告沦陷 导致全南韩都沦陷为疫区 感谢观看